大家好,歡迎來到錶迷手錶系列 今天找到一隻E-POSE 這隻錶有很多東西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製錶元素 第一,它是一隻Open Dial 它的Dial不完全覆蓋整個機心 都是一種半面式的設計 但你看到機心某部份的甲板 那個是Gear Train Bridge 全東系統甲板做了一些扭空的設計 其實這隻錶部分的元素也是一隻Skeleton 但你覺不覺得跟平時的東西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看到擺輪的正面部份 它將一隻6497調轉了 你現在看到錶盤的正面 同時同一時間 在這個方向 亦都看到機心的正面部份 你看到4輪的秒輪 好像打開了給你看 但它不會在這裡安裝秒針 反而它安裝秒針在後面 其實很簡單 秒針看上去都應該要順時針 如果放在前面就變成逆時針 所以後面的設計就開了一個窗窗 雖然一塊玻璃下來很小 然後就把一隻秒針下去 就這樣看 問題來了 一隻反轉了的機心 在機心的正面部份 為何又可以安裝到時分針呢? 其實都是做了手腳的 在中間的視線上 即是二輪 就駁了一個小小的模組 然後呢 所以你看到 那個錶盤 Sugile 是移動到右邊一點的 透過一個系統 Keylesswork 重新搭過 就變成一個細小的 好像一些偏心盤的設計了 在白色的錶盤之外 亦都加了一個黑色的部分的錶盤 作為一個整個穩定 整個設計都不錯 黑色白色 我覺得有點像中國的八卦黑白 但裡面純粹的錶盤都漂亮 即是羅馬字 以及兩支藍光指針補機式的處理 在機身的打磨方面 你可以看到 主甲板 即是最大塊的那塊主板 就蓋上了一些輪輪紋 上面不同的甲板 包括擺輪 Barrel Bridge 以及傳動系統甲板 就做了一些蛇仔型的雕刻 看看黑色的那塊錶盤 寫著Limited Edition 下面對落 就280隻 這塊板 就是保持著時分盤的錶盤 很安全地 你看到有三顆螺絲 就在機身上 很大隻 寫著Limited Edition 280 這是號碼來的 號碼280 我覺得不要緊 很漂亮就行了 其實是不是限量版 或者不是限量版 如果限量版不漂亮 其實也沒什麼意思 不是限量版漂亮 也是很值得買的 有時候買錶盤 看看有不同的主導因素 很多朋友都叫做brand driven 就是先看牌子 就是要買這個牌子 然後在這個牌子下面 就選一隻 其實錶盤的世界有很多可能 有些可能是 喜歡機心多一點 movement driven 有些就說過設計 這個很明顯是設計 很特別 也是有手工的 有不同的細緻位 留意多一點 它的錶殼 不是用生意的 其實你看到 一顆螺絲 其實是用一個 長的紫帽螺絲 去到雙皮帶 這個也是加分的 因為整個 工藝上 比一般就這樣 轉兩個洞 雙支生意 是複雜 還有是貴 還有是高一點的 是貴 就算了 是貴 大約 我們要買 一個 三個 大約 在這裡 是貴 我的